大家好,我剛剛一個回過程就7點半了 我以為我可以在3分鐘內setting好我的直播前置作業 結果我辦不到 可惡 我失敗了 我以為我可以在三分鐘內弄好 結果我還是得花五分鐘 所以我就遲到了兩分鐘 臨時爆發的概念沒錯 今天來TINGLE GROW 哈囉 大家好久不見 大家好久不見 今天戴眼睛 你們不覺得今天很熱嗎 今天熱讓我可以穿短袖 謝謝小白送的偷偷喜歡你 謝謝雪白的玫瑰 謝謝小白的掌聲鼓勵 哈囉 阿華你好 哈囉 瑤你好 姐你好 阿元晚安 謝謝SIN 哎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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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傑你好 謝謝一種音用感受的 investigate 今天超級無敵熱耶 WeltyeI 然後我可以穿短袖了 根本就是夏天 謝謝阿華送我口罩 天天你好 我今天又換了新指甲 上次說的那件 對 我今天穿LaLaLand 因為我昨天 對 昨天看了LaLaLand 徹底愛上 這是我上次說的那件LaLaLand的聯名T恤 它跟UniColor聯名 不覺得很浪漫嗎 他這裡寫Steel a Dreamer 跟你們說看完電影之後 就更愛這件了 LaLaLand 傳說中的LaLaLand 怎麼一個很 很浪漫的電影被小白一說 就不浪漫 Sating 什麼SoMuch 謝謝明的Love 謝謝明 Hello 我跟你們說我剛剛因為很急著 不是剩三分鐘嗎? 然後我在Sating我的直播前 是昨天你們知道 差點發生悲劇嗎? 嚇死我了 剛剛差點發生悲劇 WUGA你好 這件衣服哪裡有LaLaLand 我剛剛手機差點 差點墜樓 嚇死我了 剛剛我在架那個腳架 我的手機一個不注意差點墜樓 還好我直接一個神手 救了他一命 嚇死我了 Hello G你好 前置步驟聽起來超複雜 也沒有什麼複雜 就是架個燈 然後手機延長線 腳架這樣子 飛航開起來 Hello 你好 你好晚安 平安神手救世間 聰明快手 昨天去醫院以為得了肺炎症癌 WUGA還好嗎? 要照顧好身體喔WUGA 大家都要照顧好身體 謝謝金佑送我樹 樹樹圍 樹馬相機 塔瓦哥你好 謝謝北極星河祈福好日牌 哪天我沒出現都是看著 不要亂講小白 上朝期有被手機捆飛 有犀牛盾保護沒事 聽說犀牛盾的殼很厲害是嗎? 謝謝Boring的行之官 因為我姊姊也是用犀牛盾的殼 今晚波大幾點? 今晚波大9點半左右 綠豆冰殺起來 綠豆沙殺起來 基隆都油輪下來的平安也算高風險 出門要記得戴口罩 怎麼覺得好像好幾天沒見面了 因為我現在比較常 直播都排在一到五 假日走一個休假的路線 所以兩天沒見到你們了對吧 謝謝阿華的祈福好運牌 而且我最近有點想就是 回歸 回歸日牌 好的草莓醬 掰掰 謝謝咪咪的祈福好運牌 好運牌 熊熊畫得很可愛 謝謝孔葉 以後還會再假日撥嗎?不一定耶 日拋比較舒服 因為覺得日拋比較舒服嗎 我最近戴月拋都覺得 就是那個 月拋明明還沒有戴滿一個月 可能半個月而已 我就覺得眼睛很不舒服 很乾 就是眼睛很不舒服 所以有點想回歸日拋 就是平常沒事的時候 就用那個 透明的日拋嗎 比較便宜 透明的日拋比較便宜 就可以戴透明的 就是有工作 或是比較重要的一些活動 在戴那個 美瞳 不然就是平常沒事戴眼鏡 因為我覺得眼睛 還是比較重要 感覺戴舒服一點比較好嗎 還是事情咯 點天天話 對 所以我等一下回歸日拋 而且日拋的影眼比較自然 謝謝花花的心心相應 日拋比較自然 想說沒事就戴 不要戴那個美瞳 我今天就沒有戴影眼 眼睛比較小 但是一樣可愛 可以日拋跟眼睛 我留言省錢 日拋比較貴啊 一定的 還是很可愛 謝謝 謝謝小白送我粉黃綠消毒液 謝謝你的好心意 我也有押韻了 棒棒 謝謝卡木伊的祈福好運牌 他們說我今天畫了指甲的顏色 清純學生風的感覺 我就是我禮拜六 對禮拜六的時候 跟雨林去逛街了 我們久違的逛街 就想說沒事 就可以 而且也快 他就是快開始了嘛 所以想說 一起去逛街 平安上小學生 有兩個小白 雪白你好 謝謝北極新知冠 謝謝鋼鐵韓粉的應用口罩 我們就去逛了那個 師大根公館嗎 對師大根公館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 找很久的指甲油 是那種就是有點 不是純白色 但是有點透透的白色的指甲油 找很久 因為之前就是看到 看到網路上別人有 覺得很美 但是又不想要純白色的那種 太白了 就是有點透明透明的 對乳白色的指甲油 就超級難找欸 因為他大部分都是寫什麼指甲基底油 就不是指甲油 但後來就找到一個顏色比較像 然後我今天 試用了看看 覺得蠻棒的 大概塗兩層吧 就會變成有點透透的白色 終於買到乳白色 而且羽玲說他也在 因為羽玲不是有在做那個指甲嗎 就是自己踩會指甲 他就說他也是找這個顏色找很久 因為他有時候 嗯 要畫一些東西 需要用到這種乳白色 他說他也是找這種指甲油 找超級久 這都被我們找到了 棒棒給你們看 我是咖啡色配乳白色嗎 好可愛吧 是乳白色 有種巧克力牛奶的感覺 我原本在想說 在思考要不要加咖啡色的點點 就是這個咖啡色的點點 在白色上面 小小的點點 但是因為我怕我畫失敗 所以還是帥了吧 我怕我把原本底下這個戳破 所以還是算了吧 失敗到重途很麻煩 先買晚餐等等要吃藥 好的有個 記得吃藥喔 貓咪平寒 因為外面看大部分都是那種 純白色 正白色 或是白色裡面有亮粉 就是乳白色超級難找 但我們買的這個好像也不算指甲油 他好像是寫什麼 指甲肌底 或是什麼指甲護甲之類的 平衡吃完飯了嗎 吃了 謝謝鋼平衡粉 祈福好運牌 可以塗成雪白色 好的 我下次就塗一個雪白色 怎麼樣 再塗一個 雪白色 小白色雪白色 猪猪 原來如此 太複雜了 可愛嗎 我現在大約一個禮拜換一次顏色欸 因為我發現一般的指甲油差不多也是一個禮拜就會掉 小白色怎麼樣 指甲油分超級多種 超級酸光 各式各樣 而且我之前有推薦過一個指甲油品牌嗎 就是 Neoholic 便宜好用 顏色又很多 嗯 那個禮拜一次你被雨林帶換 沒有 因為這種指甲油就是一般外面市售的 就是真的塗一個禮拜就會 差不多有點屌 就會不好看 就差不多該換啦 所以一個禮拜差不多啦 但我每周都塗差不多顏色 月容你好 謝謝鋼鐵韓粉的祈福好運牌 一個禮拜感覺還算久 謝謝甲骨文的醫用口罩 去逛街超開心 很久沒有逛街了 真的超久沒有逛街 去了公館 我們原本去了公館 但後來發現公館好像大部分是賣吃的 比較多 我們就又跑到濕大 因為兩個只差一站 我們就又跑到濕大 通常指甲油極限大多平均幾天 大概三四天左右吧 公館那邊很多車 有我們吃了薯餅咖哩飯 我們不是吃小吃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下雨 然後又比較早一點 所以攤販都很多還沒出來 我們就隨便找了一間薯餅咖哩飯吃 還蠻好吃的 而且我也很久沒吃咖哩飯 因為每次都想吃咖哩飯的時候 都是在可能活動前或是工作前 就是想怕牙齒會有點就是被染色 所以就不敢吃 只能是要休假的時候吃咖哩飯 謝謝水白的玫瑰 我覺得女生逛街的時候很厲害 真的可以走很遠 就是挑戰人體直線 可以從那個 從那條街的頭走到那條街的尾 就是再怎麼累 還是要逛完全部才 才甘願罷休 然後我那天 因為不知道是太久沒逛街 還是真的走很遠 那天回家腳超級霹靂酸 我的腳超酸的 然後再走河海家 想要的點沒錯 就是這麼勤勞 而且那天還下雨天喔 很冷 然後我們就走超級遠 把整條濕炸逛完這樣 謝謝阿華的長壽日熟 忠孝東路都可以走九遍 南沛平寒逛街 走多遠都可以的 真的嗎 待會我真的會走很遠喔 報名拿包包 你們逛街 腿都不痠 就是那個當下不會覺得累 但是還是會覺得好累喔 逛凹累更慘 女生就愛逛街嘛 逛街就心情很好 你累了可以背你 咖哩飯想到牛肉咖哩 在想上週 自己煮牛丼煮得為失敗 欸我記得我家還有一個 從那個紅白回來的 拿回來的撒西衣類 就是那時候去紅白 然後就是藝人都會放那個 就是有點像土產那邊 放在休息室給每個藝人拿這樣 然後我之後去拿了那個 日像版 日像版的那個撒西衣類 也是咖哩 就是那種包裝的咖哩 可以拿回家 微波爐加熱 或是用水煮一下 那種可以吃的咖哩包 然後就拿了 就是像版的牛肉咖哩 我還沒有煮欸 還沒有吃 應該還沒過期吧 想吃 但我那個盒子捨不得掉 你知道嗎 它上面有日像版的那個 偶像的照片 就是一個聯名的東西吧 聯名的喔 我忘記拿給你們看了 還在那個下面客廳的桌上 還沒有吃 感覺很好吃欸 牛肉咖哩 日像版 對就是奶木版的姊妹團 的那個日像版 念念昨天說品 還給她的泡芙好吃 謝謝 想看 帶回來 海關不會茶嗎 它是 它是只有咖哩而已 不知道欸 它 差點打成 鳥肉咖哩 鳥肉也太可怕了吧 放好幾個 對我盒子捨不得丟 太可愛了 哈哈 那個超酷 日本還有儲備點 從來想吃牛肉咖哩 不懂它以為是擋泥板 你說那種七八零年代 機車後面擋泥板 會出現一些女明星的照片 是嗎 哈哈 Taco你好 烏虹你好 亮臨晚安 那個是真空調理包 應該是真空調理包啦 就是有點像就是 在陳蓮會賣的那種 超市賣的 謝謝雜果文的醫用口 找些想要好的 烹飪行動 周慧明 方幾位 我不是那個年代耶 九井法子 我這三位都聽過 但是沒有見過 我沒有辦法連連結 聯想到他們的長相 但是我聽過這個名字 有帶狗 超可愛 哪天給我們香一波 平安媽媽 我覺得咖哩配牛肉超級好吃耶 然後再加個什麼溫郁 再加一點起司 根本是人間美味 我現在說的 是不是很像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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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ia的組合啊 但是這樣吃真的很好吃 好像Sukia的組合 平安值得去 超少還那一倍了 有壓育 慢慢騎著腳踏車看直播 我烏嘎騎車要小心耶 再點一個可樂餅 還有青菜套餐 我現在幾乎都會吃青菜套餐 或是可樂餅套餐 我最喜歡的是那個 最普通的那個牛豆 配青菜套餐 還有味噌湯 迷你碗 迷你碗就會包 好 Sukia喜歡蔥蜂魚 我還沒有吃過Sukia的蔥蜂魚 我下次想試試看不同口味 因為我每次都吃那幾個 我想換換看 謝謝雪白的玫瑰 謝謝雪白 今天中午就吃自己弄的咖哩加溫郁 但是是豬肉 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講什麼 我有點想 我剛剛就是想要跟你們分享 所以說話速度有點太快 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太急著要跟你們分享 怎麼有點好笑啊 我剛剛說話語速是不是有點太快了 打結了 突然打結 Sukia跟吉野家 因為就是自己的生活圈附近沒有吉野家 是有Sukia的 所以比較常吃Sukia 所以比較常吃Sukia 突然打結了 謝謝志瑞 剛剛說什麼健康預算 剛剛這個算話沒人聽了 可以幫我上一些亂碼嗎 我剛剛說要說什麼 喔我說 我要說什麼 忘記了啦 我要說 喔 我有點想要自己試試看就是那個 做那個溫郁嗎 因為我是把它蛋肩布什麼 因為我喜歡的那種就是 外面熟一點裡面沒有熟的那種 你們有懂嗎 Sukia派吉野家派站起來 謝謝甲骨文的一一用口罩 就是我通常肩都會一個肩太熟 荷包蛋 就是裡面蛋黃就熟這樣 想要學學看 學學快 學學看 就是外面熟一點 但是裡面沒有熟的那種 好愛蛋黃凝固這樣 溫心蛋 今天怎麼了 蛇頭打結 今天蛇頭打結 蛇頭打結 平常今天一直打蛇頭 因為太早沒跟你們分享 就試一下後面照的做 這應該要超級高超的烹飪技巧才可以吧 結果我做不到 波波摸一起年 換表演 換電影 換直播 到垃圾先 大家等那邊 現在才垃圾車來喔 我們家這邊五六點就來垃圾車了 好像四五點 四五點就來垃圾車 小雞懷不給你啊 最後再指定 你最後再指定 就給你 我們也都不學 結婚後走很亮 我們是六點 那大家的家裡的那邊垃圾車的音樂是什麼 是謝謝Boring的小幸運鈴鐺 是 還是 還是 還是那個 有一首怎麼換 我有點忘了 你們知道我在說 就是那個差別嗎 有兩種垃圾車 謝謝雪白的巧 的巧克力 你們家的是哪個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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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車聲音真的不一樣 我小時候也一直以為 是不是是同一首歌 只是就是那個幻覺而已 但是 長大後發現真的不一樣 是第二種 一種是 一種是 然後一種是 然後一種是 這邊是一種 現在好像少女的氣道比較多 精通垃圾車音樂的我想 謝謝阿瑟的口罩 給愛麗絲 我們家這邊好像也是給愛麗絲 不是垃圾車和回收車的差別 也是嗎 可是每次有時候有的垃圾車也是那種音樂阿 好像在看地區不一樣耶 他們那個有什麼法則嗎 還是沒有就是隨便亂分配的 喜歡拿手就放什麼 謝謝阿瑝的健康日手 品牌唱垃圾車音樂有點好聽 然後粉舞舞 唱垃圾車也好聽阿 直播沒聽過 因為我直播的時間 都不是我們家這邊垃圾車會來的時間 你家垃圾車都是傍晚四五點 謝謝鋼鐵韓粉的應用口罩 這是拿粉 轉捷運放TTP的歌 謝謝甲骨我送我衣用口罩 謝謝蛤蛤送我 人氣我酸了 人氣我酸了 謝謝Vory的祈福好運牌 今天完全不用穿外套耶 選一次那個時間 想聽你家垃圾車聲音 這樣就會傍晚四五點開播耶 很微妙的一個時間 今天超熱對吧 偶然還想聞洗髮精的味道 可是有什麼問題 就覺得洗髮精 我就現在打開我的櫃子 好香喔這個櫃子 很香耶 那我的洗髮精跟墨進乳化用完了 而且為什麼我的洗髮精一直露出來啊 為什麼每次放在那個櫃子 都一直露出來 而且只有洗髮精會露 蛤啊有露到我的櫃子了 已經兩次了 怎麼會啊 可是墨進乳就不會 是我沒管好嗎 可是我明明就鎖緊了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洗髮精會露出來? 我需要衛生紙 為什麼? 有在露室超級噴汁 為什麼只有洗髮精會露出來? 什麼櫃子都是已經兩次了 氣死我了 為什麼? 不要再碰它 我把它放回去 沐浴乳不是都放回去嗎? 因為怕被偷用 所以就放在這個櫃子 不可以跟我姐姐講 不可以跟我姐姐講 好香喔 偷用 對啊 怕被偷用 就是一個住在那種 大家一起合宿的概念 不是住在外面 如果跟同學分區 就是要藏洗髮精 怕被偷用 沐浴乳好香 超香 每次洗完澡 聞到那個味道都很開心 心情愉悅 我來放個歌好了 大家有看到我前幾天 IG現實分享的那首音樂嗎?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首超級好聽 是我最近愛一個 我每天都在聽 無時無刻都在聽 是不是很好聽 那首San Francisco Street 超級爆 好聽 然後我就去Google的那個歌手 然後就去聽了他其他歌 有些也是超級爆好聽 我來放給大家聽 大家一定要聽一下 是我喜歡的那種歌 就是舒服的音樂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喜歡的歌 但是我蠻喜歡的 是我最近的愛歌 謝謝朱里兒的口罩 我來放放 他其實是我有 就是前幾天去一間 那種早午餐店嗎? 然後放的歌 然後就是他短時間內 放了兩次這首歌 然後我第一次聽覺得很好聽 我就去用了那個音樂辨識 找了一下是什麼歌 找到了我就把它加進歌單 然後他短時間內再放一次 我就想說 欸這首是什麼歌 怎麼那麼好聽 我再來收一下這樣 然後收居然是同一首歌 就表示我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我重複聽兩次都還是很喜歡 直接洗腦 謝謝阿華的祈福好運拍 我想這可能也是那個店家的愛歌吧 不然他這幹嘛重複 就是短時間內放兩次 找找 太愛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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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 他其他歌也很好聽 我發現我最近好喜歡這種曲風喔 然後 等一下再跟我們分享我最近喜歡的音樂 有好多首 可能急著上班隔檔排很短 而且我去了那間早午餐我覺得很厲害 我也是在五天之內去了兩次 我隔兩天又去了一次 再個禮拜 欸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去 然後今天再去這樣 我五天內去了兩次 在內湖 之後應該會發照片跟大家分享 這是很棒的早午餐點 他的不管是音樂 還有他的裝潢 還有他的餐點 爆好吃 然後我順著那個早午餐點也是 第一次吃一種食物叫做 他的中文叫巴西莓果碗嗎 然後日文好像叫阿沙伊波爐 阿沙伊波爐 阿沙伊波爐 就是有點像優格嗎 巴西莓果的配優格冰沙之類的 然後加很多莓果草莓啊水果 然後麥片等等 巴西莓果碗 超級無敵劈力好吃 我第一次吃就愛上 我今天去又點了一模一樣的東西 超好吃 那好像也是那間店的招牌 一定要吃 本家成人廠舖 阿沙伊波爐 所以我第一次吃 永遠不知道這個東西 在他之後 如果我發照片 你們可以去猜點 然後再吃那個 巴西莓果碗 他就是 以優格為當主體吧 然後我覺得這很適合當早餐耶 就是感覺可以自己做 然後有飽毒感 又沒有什麼熱量 因為都是水果 然後優格 但是他很有飽毒感 而且很好吃 平衡會來台中嗎 不然都不能猜點 我之前有去過台中阿 之前有發過台中的照片 是不是很好聽 這首歌是在那間店聽到的 而且那間店的店員人很親切 就是他看到我們在收這個歌 他說他就跟我們介紹這首歌這樣子 變得很親切 忙到好像 很喜歡 還有去台南哪裡玩嗎 我IG應該有發很多台南照片 可以去我的IG看看 總之呢 那間店已經近身 近身我很喜歡的店 是我的愛店 那我還要跟你們分享嗎 這樣大家會不會很差去阿 不行不行不行 是偶爾 偶爾去阿 Cisco Street 你公布以後就不能吃了 對啊 那我不要公布了 我不要公開店家 對啊 不行不行 這樣我以後就不能去了 我沒想到 公布之後不使有粉絲在那 保持神秘比較好 不然不能常吃好 那我不 我就不要跟你們說 什麼店了 想在路上越充滿布 是不是很好聽 然後最近加了很多新歌 這首也好聽 這首是我在IKEA聽到 IKEA嗎 還是IKEA 有些人聽到IKEA 又是我在某一天的假日 去了IKEA逛逛 就是到處走走 就走進去了 然後就聽到這首歌 我就立馬也是用音樂辨識搜尋了一下 找到這首歌 我就立馬也是用音樂辨識搜尋了一下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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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叫做BUBBLE BATH 這個歌手他就是用一些很生活簡單的東西作為歌迷 他的另一首歌叫POTATO CHIP CHIP 也是很好聽 洋芋片 POTATO CHIP 最近很喜歡這種水風耶 POTATO CHIP POTATO CHIP POTATO CHIP CESE MANY MOU 好像聽過耶 POTATO CHIP POTATO CHIP 輕快曲風 這是很恰的歌 POTATO CHIP 謝謝啊 我好說我新之冠 You know that you get there But you don't know how As long as you can make it through 跟目前疫情聽很多曲衝的確說 我覺得聽這首歌心情很放鬆 聽這種歌 就是上班坐的時候也可以聽 不覺得有種在洗泡泡澡的感覺嗎 Bubblebass 謝謝櫻桃媽的玫瑰 再聞一下沐浴露 可能更有感覺 我聽Bubblebass聞沐浴露 很有感覺 謝謝Mima送我們來不安 King Cole或Ticks嗎 我看一下喔 我忘記歌手名字耶 因為他Ruby Ruby Neville Ruby嗎 什麼Ruby Neville Ruby Neville Ruby Neville 玩就好不要忍不住吃下去 不會 誰會慈母與乳啊 Ruby Nevil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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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還蠻喜歡 就是看完LaLa Land之後 小孩小baby會 Ruby Neville Hello Uga 我看完LaLa Land之後 也有點喜歡爵士樂 開始聽爵士樂了 你知道嗎 平衡用什麼牌子牙膏 我是用美白牙膏耶 不一定耶 就是看什麼打折就買什麼 謝謝月安的新之館 電影的愛一個 電影的愛一個 欸我跟你們說看完LaLa Land 直接晉升電影排行前三名這樣 我很喜歡點就是他的 電影的那個畫面嗎 的色彩很漂亮 他每一個畫面感覺都可以 成為一幅畫耶 就是他每一幕都很美 就是可以拍成照片的感覺 我很喜歡 就是質感照片的感覺 然後每一幕的可能衣服配色 什麼都超超漂亮 我很喜歡耶 相見恨玩 而且很浪漫 但是最後的結局有點令人比酸 就是看到女主角跟男主角相識一笑 就有點心頭一揪的感覺 是不是有人還沒看 那我不要講太細節 總之是個浪漫 浪漫愛情故事 然後畫面很漂亮 歌也好聽 然後就是 各自追夢 然後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還沒看 謝謝AHA的祈福好運牌 對 中文他越來越愛你 好先不報了耶 總之就是個浪漫 浪漫然後追夢的愛情故事這樣 好喜歡喔 中心電影 很浪漫耶 差點看哭了 最近有點想多多看這種電影 好喜歡喔 那昨天第二部那個怎麼唸 昨天那個是鐵達你好對吧 我昨天還看了鐵達你好 就是看完這個 比較近期的愛情浪漫電影後 然後 就又看了一個經典的 經典萬年不敗的浪漫電影 鐵達你好 那當然是看幾次都不會唸 對鐵達你好好像在1997年上映了 就對了我還沒出生 有夠好看的 鐵達你好有夠好看 然後最後那一幕也是 就新的爆炸 看到Rose就是 不是躺在木板上嗎 然後Jack已經 已經冷死了 然後看到那個 Rose放開Jack的手 Jack就沉入茫茫大海之中 然後Rose就說 那一幕真的是 太揪心了吧 我覺得鐵達你好 是萬年不敗 超好看 而且也可以看到那種 就是人性嘛 然後 坐下來轉到會繼續看著經典 然後那片木板完全足夠 兩個人上去 對我們那時候在 那個木板可以兩個人 Jack趕快上去這樣 哭一波 看到它的船沉下去真的很令人心痛 是不是時數很長 就是它船 然後我看完鐵達你好之後 我就上網Google了一下這個歷史事件 就覺得很令人心痛 他就一艘船在兩個小時之內 就這樣沉下去了 欸 然後就 上面的人 這也可完全被Rose 但他們那時候明明就 那個救生艇還可以做那麼多 多人 多人 他還提到 做那麼多人 但是就是因為一些 在船櫃 然後有錢人不想要這麼擠 就 很 怎麼說 人性的自私嗎 然後看到那個船沉下去 然後還有其他船上的人 都全部在海裡 在那邊等待救人 然後很冷 然後你人 當下如果是在那邊 在那個海裡 然後看到旁邊的人這樣 不覺得 是個人間烈獄嗎 都是個人間烈獄 旁邊的人全部在跳救命 然後在那邊 在茫茫大西洋中等死 他覺得 是人間烈獄的感覺嗎 然後我看完鐵達尼號之後 我就Google了一下這個世界 他是好像1991年嗎 1992年 還是94年的 11月14 1月14嗎 還是11月 好 樂隊留在夾扮上 真的 那部也很改了 樂隊很嚴重 我覺得鐵達尼號這部片很俠 就是他的配樂裡也很厲害 就是在那種動人的時刻 加上他那個主題曲 就不報復嗎 超好看欸 他好像是4月 4月10號是 就是鐵達尼號的首行 謝謝阿華的偷偷喜歡你 對我上網Google一下 叫維基百科還有一些新聞 他是4月的10號 就是白星航運公司嗎 英國白星航運公司 建造的其中一個什麼奧林匹克級 的那個一種奧林匹克層級的一個郵輪這樣 他們那時候當初好像是因為其他他的對手的航運公司 好像出了厲害的郵輪 很大燒的那樣 導致就是白星航運的那種業績有點下滑嗎 所以他們就覺得他們要建造更厲害的郵輪 所以他就又建造了三個奧林匹克級別的那個郵輪這樣子 然後好像是 不列顛號 然後 不列顛號 鐵達 其中一燒是鐵達尼號 還有一燒我忘記名字 反正都是三燒 然後 在4月 4月10號 是鐵達尼號的首航 然後 他首航就 就撞冰山 就會好難過喔 而且那個 就是 船長是 白星航運 就是長期僱用的那種 船長嘛 就是 他總共在 航海這一塊 重航了40年 我覺得船長應該心情也是很複雜吧 他重航了40年 然後 在鐵達尼號的首航 就 撞冰山 我覺得他心裡應該也很複雜 不得很 就是 我開了船 開船開了40年 然後 竟然撞冰山 然後導致整艘船沉下去 然後 他又幫不上任何忙 不得很動心嗎 謝謝 謝謝Burry 算我 勝利日首 看過你的情歌了嗎 還沒耶 謝謝Burry的财利日首 好 是網人算第一部看的電影 設計師安先生的幕也很有感 而且這個鐵達尼號好厲害喔 那是1997年拍的電影 然後他的那些電影特效 我覺得 做的很 其實蠻真實的耶 還有他的人物刻畫 很難想像是1997年吧 謝謝Tony的祈福好運牌 不愧是奧斯卡 就是 得名很多獎上的電影 投資很高 好像這部電影 投資了2億 然後他票房21億多 很厲害的電影 萬年不敗 就是不管看幾支都不會膩 推稿另一部經典海上鋼琴石 好的 還Google了 就是 我看完一個電影 就會一直去Google那個歷史事件 然後好像Rose 就是真實事件的Rose 他是 一個就是他懷孕了 然後他是 就是整個傳 他的未婚服 就是他不是有 上傳就是 一個未婚服嗎 他不是要 就是要嫁給一個未婚服 很有錢很有錢 然後他未婚服好像是 整個船上最有錢的人 就是億萬富翁這樣 就是他準備要嫁給那個人 他是船上最有錢的人 然後他懷孕了 但是他 我覺得Rose是個 很厲害的獨立女性嗎 就是他在船上吸引到六位男人耶 覺得Rose很厲害嗎 他已經懷孕了 然後他上傳 總共都吸引到六位男人 真實事件的Rose 我上網查到的資料 那很厲害嗎 電影中的那個Jack 好像是有點融合六位的一些 角色特徵嗎 就是 電影是有點改編過 吸引不止六位 品還吸引了更多 這次去查了歷史事件才發現 天哪 是個厲害的故事 你開六路比較差 謝謝喔 謝謝小白 謝謝大家 然後 我查了一下 當時的那個鐵達尼號 就是那種超級奢華的一艘船 然後他的船票 好像有分三個艙 頭等艙 然後在比較下面 然後頭等艙 你們知道多少錢嗎 在當時 一張頭等艙的票 是等於 好像14萬台幣 14萬台幣 很快耶 一張喔 當時一張14萬台幣 14萬多的台幣 頭等艙 所以真的就是在上面都是很 很厲害的人 然後船就這樣沉掉了 然後就這樣沉在大西洋裡 當時14萬可以買房子 我還看到有一些就是歷史的照片嗎 黑白色的 就是鐵達尼號的本尊這樣子 還打撈不上來 他現在完全打撈上來了嗎 是不是沒有 聽說拍鐵達尼號的時候 那個導演 就是他很喜歡潛水嗎 他還 他還就是特地潛到鐵達尼號的那個 就是他們拍攝的時候 還潛到下面去看了一下鐵達尼號 然後好像打造出等比例大小的那個什麼 船的右旋 那什麼 去拍這個電影 不覺得很厲害嗎 當初好像那個船上有兩千兩百多人 然後 然後 只救出了七百位 就是也可以看到 一些 自私的人類 明明可以 那個救生情可以救更多人的喔 但是 卻因為一些 自私的人類 導致最終只活了七百位 然後 看完那個電影就覺得很感慨了 我決定我假日要再來看一次 哈嘍哈利 你好 二刷 對 二刷鐵達 你好 太好看了 總是和平時不一樣 患患兼真情 那有沒有好看 我跟你們說你們大家回去再重看一次 真的很好看 平安喜歡什麼類型 我喜歡殭屍的 然後有點驚悚片嗎 然後災難片 最近有點喜歡這種浪漫電影 最近有點喜歡 遠近平安 貼近慾棒牆無少 好 最近宇宙好像沒有出什麼電影對不對 最近宇宙電影好像比較少 但我很期待司速列車的第二季 我很期待司速列車 宇宙電影就是一些外太空的東西 廢記情書那不看完了嗎 還沒 還沒看完 大家有推推的電影嗎 經典的那種 你們覺得是你們的前三名的那種 我還想看那個小婦人嗎 你們知道這部嗎 小婦人 有點想看 好看 還有那個 宇天紐約喔 還是什麼 宇天紐約 男主角很帥 李詩朝鮮 海上鋼琴師也會做心道不行 落日大道 星際穿越蠻好看 晚上好,濃眉 你好 雨神中心我看過了 侏羅記我也看過了 星際效應我看兩三次了 好看 浪花西春沒看過 天氣直指我看過 謝謝Tony的口罩 禍壞之吻 還有那個我記得之前不是有一部叫真愛每一天嗎 我也想看看那個 那不是也是很紅的嗎 但是我沒有看過 我錯過了他最紅的時期 真愛每一天 我最近好像特別喜歡這種 好像這種浪漫的電影 看完啦 整個愛就像這種風格 還有 有人蠻推薦我那個六人行嗎 蠻多人推薦我 不知道好不好看 有沒有看過六人行呢 很累吧 整顆地球 流浪地球 殭屍先生 殭屍先生我看過 那系列超經典 哪系列六人行嗎 全面啟動我看過了 六人想要看很久 嚇死我了 東西突然倒下 嚇死我了 我剛剛很驚恐嗎 我就是自己隔在房間有點害怕 東西突然倒下 應該是太滑了啦 應該是太滑倒下來吧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我都很膽小 還在怕 Hello us 很可怕耶 你自己一個在直播 然後東西團倒下 不是很可怕嗎 殭屍先生我五刷了 我剛剛是不是很驚恐啊 玩一下末日乳味道 咬咬咬驚 還以為看到 謝謝阿華的眼睛夜亮亮 我倒下了 好可怕喔 謝謝甲骨文的音樂指導 謝謝水 這也是我最近愛一個 是剛剛那個San Francisco 同一個音樂家 不是音樂家 歌手 謝謝Burring的平安御守 好 除了哈尼本名的那首小白是嗎 謝謝小白的愛 好 然後想要等一部就是有很厲害的電影 想要去那個 信義區的威秀 最近不是開了一個很厲害的電影院嗎 就是超級高級的影廳 它裡面是那種躺椅沙發 然後它的餐都是超級高級的那種 只是一張票不便宜啦 但是想去去看 想去享受看看 高級電影院 謝謝華華的人氣卡 這是新開的高級電影院 唐翼我覺得你會精心睡著 我也覺得精心是享受 不是看電影 體驗一下不錯 太高級怕會睡覺 我是看的那個 我是Google的那個圖片 就是超級想吃的 真的是很高級的那種耶 像飯店一樣 我想要等一個很厲害的電影我再去 值得去看的電影再去 那個不是確實會用的嗎 好有道理喔 感覺沒辦法專心看 都在享受 謝謝夜空的Sky 謝謝阿華的看好你喔 喊歌打扣也不错 进去那里看电影 我根本说我拉拉练 拉拉练 拉拉练就是在那种下午的时候看 就是我去练习之后 然后回家看那个 就是去看拉拉练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到快要想睡觉 然后就是睡了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把这起来看 真的不能在工作之后看电影 会睡着 我好几次的经验下来 真的会睡着 因为那天我也很早起 然后就是去练习 然后之后结束 回去看那个电影 然后看他会睡着 然后你们也知道 就是拉拉练的那个 音乐就是听一听 都会很想睡着 然后我就看到睡着 我都去睡了三个小时再看 而且电影院就是会太舒服 然后坐着看电影 真的是会太舒服 就会睡着 就会睡着 超浪漫周星 一日 日本电影 现在好想见你 英文电影 我爱你 看平衡直播也很好睡 才没有 爱死 还没有 还没有 推怕死我爱你 这是在跟我告白吗 还是真的是这个电影这样子 好好哭 也是 会被掉下来的东西 尖叫 尖叫下行 小白看直播 看到睡着 也是厉害 没人一天到晚在告白的 是吗 是我太自立了吗 我以为你们在跟我告 我以为你们在告白 女人直播也会说 没有吧 最近还好了啦 不要这样说 最近还好 那布男友死掉后 还不断寄信给女友 鼓励她走出低臭 怎么好像很敢 然后很谢谢 Bloaring的告白气球 没 没有在告白的 可以写Bloaring的告白 最近还有一部韩剧 叫做 什么爱的迫降吗 好像也很红 我有在Netflix上看了预告 好像很好看 爱的迫降 好像不错 韩剧 一个影集 爱的迫降 大家有看过吗 我上次听广播也是听到那个主持人在介绍这一部 然后我在Netflix上又看到一次介绍 有点想看 我听到我也没追过韩剧 但是我看的日报好像蛮好看的 诶 很浪漫的电影 很浪漫的影集 好 好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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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华的Lose 谢谢水白的医用口罩 但我感觉我平常没什么时间追 注意 感覺要很強的手腳 再來追 最近好像《想見你》很紅 《想見你》也很紅 我還沒有開始看 沒時間追追啊 不知道多久沒看日劇了 《想見你》結束都可以 《想見你》被迫在北朝鮮降落的男生 好狗血 小白直接劇劇看 台劇有想看的嗎 台劇我還好耶 比較少看台劇 《想見你》 《想見你》 《想見你》很少看其他國家電影 我不一定耶 我只要是好電影都看 《東京大飯店》沒有耶 還有突然覺得愛馬死忠很美 看完電影覺得男主很帥 女主很美 愛馬死忠超漂亮 只是他長得很像那個貓咪嗎 之前網路上有個梗圖就是做這個 做這個越來越愛你男女主角的梗圖 就是男主角那種有點 有點就是怎麼講 有點隨性的那種眼神 很像狗一隻狗 然後女主角愛馬死忠眼睛很大 醋醋可憐很像一隻貓 你們有看過那梗圖嗎 你們上網搜尋一下 我覺得超級像 我笑爆 那個梗圖超像的 什麼一隻狗 反正就是網路上一個梗圖在做這個 男女主角的梗圖 他女主很美啊 愛馬死忠 他就是那種不是長得很漂亮很漂亮 但就是越看越美 然後他整個氛圍氣質很美的一個 一個女生 男主也帥耶 看完之後就有吃Google 看完一部電影就會很愛當那個 電影的男女主角 謝謝阿豪的欺負好運牌 然後我看完鐵達尼哈也覺得 Jack很帥 你要那多迪卡丘超帥 他那時候好年輕喔 他那時候超年輕的 就是白白靜靜的 超年輕 帥 男主都超帥 比奧娜路年輕那時候真的超帥耶 看到他在鐵達尼哈裡面那個 好帥喔 白白靜靜 好啦我現在又想到他沉入海底的那一幕 好難過喔 他就這樣沉入海底 不允許 他那麼帥耶 怎麼可以 該死的是那個 自私的那些人 遺憾中第一次看的時候 沉入的時候我有落淚 那時候還很年輕 小髮也年輕過 然後補看 預告到剛剛直接去看 他喜歡西洋系男生嗎 喜歡啊 那我也喜歡 其實我不一定耶 就是聖爺的那種 就是喜歡白白靜靜陽光 陽光斯文 有一點女會老啦 說的沒錯小白 當個傻瓜我有看過 兩三次吧 不能有鬍子 鐵達尼當時真的紅到球爆 鐵達尼當時還是很經典的紅爆 下血變成新鮮檸檬的藍色印文爆 喜歡什麼都不知道 完全空白的去看電影 推薦品看看天國王朝 好愛情慾水電影 我覺得我有很多電影要補上耶 怎麼辦我錯過太多好電影了 謝謝阿華的人氣塔 最近迪士尼也有出了一個就是 好像狗狗在死地裡的感人電影故事 真...真...真人那種 不是卡通 不是卡通 迪士尼出的什麼 極地的狗狗的那種 感人物是我超想看的 我在YouTube上看到預告 超想看 試到結論宿 虛狗的 在裡面看有看會打扣 我都看哭泣沒有感人只有害人 喜歡戰爭片嗎? 網友覺得他是中古戰爭片 戰爭片不一定了 我要看 看了一陣一陣的 有時候喜歡有時候不喜歡 從內都是拿老輩版 Disney狗狗電影好看嗎? 你看過了 好看嗎? 想看 我也是科幻迷 我應該蠻喜歡科幻的 但是我比較就是現實一點嗎? 太過虛擬虛幻的東西 就是感覺不是那麼真實 就是我喜歡實際現實一點的 我那時候看這部的時候很好笑 就是他有一幕是男女主角飛在空中 可是可能想表達他們就是很快樂浪漫這樣子 就是一邊唱歌然後他們飛在空中 我就很實際的說說 他們怎麼會飛起來啊? 然後旁邊有人就說你不要吵 我破壞氣氛了嗎? 怪物的孩子有沒有看過 我破壞氣氛了 我破壞氣氛了 我就說 因為 就是 因為那個超乎現實啊 我就是有點 覺得 他為什麼會飛起來 就是 為什麼他會飛起來 怎麼摟這樣子 我想說他這怎麼飛起來 我是很爛爛在問 他怎麼會飛起來 然後 旁邊有人就說不要吵 我就說好好好 對不起 破壞氣氛 我太實際了 太現實了 解開網址 謝謝阿豪的眼睛也這樣做 被鬆了 對啊 我很實際的在問問題 你呢? 你要回蘇世春 電影院二姐 對不起嘛 以後看電影我都閉嘴追 但是我小時候看電影 國中的時候吧 就是有時候有的電影比較艱深一點 就是我看不懂劇情在做什麼 我就會在電影播的時候 一直問旁邊的人說 他為什麼這邊這樣啊 什麼什麼 就是 要別人跟我解釋劇情 不然會看不懂接下來 然後他們都會說 你不要吵啦 我在看電影 就是因為我看不懂劇情啊 我希望可以得到一個解釋 這樣才有辦法 知道後面在幹嘛 不然我就一直看不懂 這種很煩 可是我現在不會了 然後現在看得懂啊 長大了就看得懂啊 好看你以後看電影都閉嘴追 這種超煩 對不起嘛 只是想跟大家一起討論自情啊 所以看電影前要先看一下姐姐 好看 傳說中握手最多的平函 哈囉 你好 後來跟平函握手 可以來平函的F步喔 好像還沒滿 大家可以來找我玩 可以吵你是不是 平函可以問爆我嗎 問爆啊 大家要陪我去看電影嗎 這裡怎麼會這樣 平函有F5塊來 大家會想跟我看電影嗎 我會很吵喔 可能會聽到平函的打呼聲 不然就一直問你的聲音 喬之不得 超小 不覺得電影院很浪漫嗎 就是那個燈光美氣份家 我覺得去電影院看那個 愛情偶像電影的人 都應該要在一起啊 就是你想想電影院暗暗的 然後坐旁邊冷冷涼涼的 然後 電影院的氛圍 加上如果你要是看浪漫愛情電影 我覺得根本就是要在一起啊 這種 這種氛圍之下 去電影院看愛情電影的人 就是要在一起 平函口紅是Opera的六號色 Opera六號色 大概也會很吵 心跳聲變超大 超級想跟平凡看電影一定很浪漫 所以我都不愛看愛情電影 感覺這裡面的情侶都會接吻 偷偷接吻 第一個約會女方就是在電影院中 看阿凡達 阿凡達應該是不會接吻 我覺得電影院就是個約會好去處 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之後 有女友的話 記得帶她去電影院喔 而且要看那種浪漫電影 這樣告白就會成功 小秘訣 以女生的觀點來講 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呢 去電影院看愛情電影 然後被告白的話 會想接受耶 就是看完的時候 就是那個電影最後 不是會有那個唱歌嗎 大家泛場的時候 就留到最後 然後告白 我覺得75%會成功 好痛 17歲在高山 拉拉鍊之類的 絕對 不可能的啦 工作人員盯咚 好配 品涵就是25% 他長功的那邊 女生17歲 那時候26 感覺太吸引了 但我吃爆米的話 會吃得很大聲耶 已經排到台北火車站 中下東路排九遍了 因為在關平函看電影 已經中下東路排九遍了 對 王子狗哭 你好 情人節隔天去看愛情片 身旁都是情人 只有我跟朋友兩個男生 我有點考慮還還還 總之最近有點喜歡電影 想重回電影的懷抱 但我其實很少去電影院看電影耶 因為我只要有點貴 而且我怕我睡著 所以其實不常做電影看電影 看電影不是純電影 是選女辦 你說的好有道理喔 睡著直接浪費衣服 很爛到這樣不能看電影 真的會睡著 我每次都這樣 看舞夜場有包場的反感 都是電影的睡覺 很浪費錢耶 好 沒上來了 帶平函深血去看 我不會有隨電影片段 真的讓人想睡 尤其是那種有放歌的電影 我覺得會更令人想睡 除非像什麼 末日之戰那種殭屍 每一幕都很驚悚的 那個才不會睡到 叫離場 這就是愛 謝謝阿華的口罩 會帶平函的音樂下去看 謝謝阿華的Kiss 朱朱 前面再播起到一個高山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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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加州大地震 但是我那個沒有進電影院看 就是我沒有這麼喜歡這部災難片 因為我原本 它的評價不是蠻高的嗎 我覺得就是不要抱太多期待 去看電影比較好 不然怕會失望 就是那時候這部片的評價很高 然後 然後 而且我本身也很喜歡災難片的 東西 所以我就還蠻期待這部片 但是我不是去的電影院看 我是在 就是電網路上看這樣 這首歌是什麼 這首叫做 Thank You Next Riana Grande的歌 Thank You Thank You Next 就是我覺得加州它不是不好看 只是我覺得它的特效有點 就是 誇張 有點太誇張了 有點假 所以就是我沒有那麼喜歡 我是一個比較實際真實的人 所以我覺得它的特效有點誇張 誇張了 有點不真實 所以就 沒有到非常喜歡 大家有看過什麼雷電影嗎 因為我們生物打敗機怪心了 雷片內容都不記得 那個 她還有什麼雷電影 我們想想 喔 我有看過一部 就是 是殭屍嗎?還是什麼的喔? 有一部殭屍就是以前的就是那個 香港的殭屍電影不是很紅嗎? 然後他在比較近期就出了一部叫做殭屍 好像片名就叫殭屍的電影這樣子 就是想說在新的就是新世代 比較厲害的科技的時代拍一部殭屍片這樣子 你們有看過嗎? 但是很難看就是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應該說他的劇情有點不知道在做什麼 跳來跳去看不懂 沒有以前的殭屍片好看 對好像就叫做殭屍 就是他用現代的技術去拍以前的那種殭屍片 但是沒有這麼好看 就是沒有那種 我不知道可能是他的劇情太繞了嗎? 太複雜了然後太...不知道怎麼說 反正我沒有很喜歡 以前太經典導致 我也覺得是應該是以前的很經典 所以就現在就沒有這麼好看 以前就是那種一看就知道是殭屍這樣子 就是他的劇情很純粹單純 但是新的就是有點繞來繞去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看過這部但是很恐怖 不是以前類型 對他就不是以前類型的那種 有些超累 我和殭屍有個約會的第八號帳譜 之前不是有個鯊魚的 什麼鯊魚啊 看過以前有啊看過以前殭屍片 殭屍先生啊 林煥先生之類的 我覺得那也不好看 殭屍片可看嗎?我覺得還好欸 殭屍家族 以前看殭屍片會一起逼一起 我也會欸 暫時停止呼吸 劇齒沙我沒有看過欸 好看嗎? 以前殭屍片帶點搞笑 風飛沙感覺就是那種B級片啊 風飛沙大戰那種大蜘蛛之類的 根本就不會碰在一起的兩種生物 這B級片會把一些什麼巨大馬蛇啊 大戰大鯊魚之類 明明就不會碰在一起的兩個生物 超級好笑 然後特效很假那種 大戰有些還是可以啊 聽說票房很好你不懂啊 是嗎? 不喜歡看很假的那種 看過非洲令蘇女殭屍很少 出了很多血跡主要是成本低 謝謝Hao剩我Chris99 不想聽這首歌 我也不想聽這首聽膩了 好這首可以 歌吉拉也好看 我沒看過歌吉拉欸 出過很多很好看的片 拍浪漫哲的 世集都浪漫哲 通常電影不都是世集就還好嗎? 就是只有第一集最好看 拍到後面越來越爛 嗯 有一部叫什麼? 有一部就是冒險電影 有點像 就是他們 像人體實驗在裡面大戰的那個 突然想不想 但是我心目中也是排行前 有前幾個電影 我一直都很喜歡 飢餓遊戲 飢餓遊戲 也是我一直都很喜歡的電影 你們有看過G2遊戲嗎? 他好像出到第六集嗎?還是什麼? G2遊戲好看啊 喜歡 但我覺得G2遊戲也是做到 越後面越不好看 前面兩三集比較好看 世集越拍越爛 還有移動迷宮跟G2遊戲有點類似 我覺得移動迷宮也是第一集最好看 後面就還好 後面真的普通 可能是寫不下去了吧 所以就還好 通常電影都是這樣啊 第一集最經典的 後面都不好看 系列真的會拿一隻好看 前兩集比較好看 應該要睡急 真的不行 真的 謝謝阿華的人氣卡 謝謝 雪白的口罩 謝謝阿華的 醫用口罩 好像不會也後來出的比較好看 不會吧 先出比較好看 除非故事很常在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我也是覺得前面比較好看 謝謝楊潔的鋪馬相機 平安就是越來越來越好看 平安就是越來越好看 哈利波特我也是覺得前兩集最好看 後面我就漸漸的看不懂 走上一個志情很複雜 好看 十手品寒隊長防線 小白棒 小白很棒 小白很棒 謝謝小白 品寒讚 第二集是消失的密室嗎 是嗎 消失的密室對不對 我以前有背過哈利波特的全部的名字 第三集是鳳凰杯的命令嗎 因為我們知道整套的那個小說 第一集叫什麼阿 哈利波特第一集 好那是第十 是第四是不是 第一集叫魔法石 神秘的魔法石 第二集是消失的密室 第三集是什麼阿 我背錯了嗎 阿茲 對了阿茲卡班的逃犯 阿茲卡班的逃犯 然後還有什麼 鳳凰杯的命令 火杯的考驗 為什麼要背這個 沒有他覺得名字很有趣 是以後不行 謝謝小白的掌聲鼓勵 換血王子可不可以判 這考試會考嗎 是不會啦 不過真的多 不過真的多 好像他們那些主角都是從小演到大耶 你想想他第一集就是看起來就是小孩子阿 妙麗哈利阿 然後榮恩 瑪芬他們就是第一集真的是小孩子 然後後面五六幾幾一長大變青少年了 就是有點讚嘆他們的成長 從小從心演到大人這樣 最後是死神的聖母 第一集的時候我還很小吧 小時候看的喔 就是有點讚嘆他們的成長 還有這個整個系列這樣 從小時候演到大人 還是正跟帥 他們當初是怎麼 怎麼casting進去的阿 是有好幾千個小孩子 就是在casting阿 然後就選到了這三個 從此開啟了他們的演員之路 我那天在看鐵檔一號 然後也是 就是裡面有那個小孩子的鏡頭 你就想說這個小孩子應該是有好幾個小孩子 好幾千個小孩子 Cathy然後千中選一吧 他才有這個酷的鏡頭 能在鐵檔一號裡面 出現兩秒酷的鏡頭也是不錯啦 一個酷的鏡頭也是要兩千個小孩子去競爭 Cathy 低音否之哥的小狼毛 演到一半突然長大 國中角力還被刀楠 自己傷了紅白 給達尼高上一時品牌沒出身 沒錯 想看品牌演練員吧 哼 品寒應該有千種損衣喔 是嗎 白酒哥你好 品寒現在有什麼類型 殭屍電影 我想演殭屍電影 想體驗看看 是什麼可怕的感覺 殭屍在追我 其實是一種水鷹嗎 謝謝腳底 演殭屍 萬年品牌 十萬年 你想演殭屍還是殺殭屍 我想演殺殭屍的 就是故事的主角這樣子 感覺很刺激耶 想當被咬的 你在未來演戲 還以為你要搖輪 聽說演殭屍片有那些殭屍要 就是在拍電影前要先去訓練 就是訓練要怎麼走路才會像殭屍 就是要訓練他們的肢體 一舉一舉一動 一舉一動要像殭屍 像變殭屍不是就會做一種 就是頭會像很奇怪的動 然後就變成殭屍了 謝謝阿秋的財務入手 那我來演殭屍 殭屍偶上 我要先玉璽怎麼演是不是 現在空夜掌聲鼓勵 那我來演個殭屍 有像殭屍嗎 就是那個骨頭會動得很不符合 人體工學嗎 謝謝阿倫素肺 謝謝Yuho 所以我有異用口罩 謝謝Kamui的欺負口罩 太弱了 他們的骨頭會動得很不符合人體工學 然後演竹子會變白色 演一次上司給我看 好喔 小白眼給我看 我期待你的演戲 一起變那樣子 為什麼會嚇出來 還不可以笑我 我昨天的殭屍也不好演 就是那些靈眼 真的也是不好演 他演得像殭屍衝 有啊有啊 重點是他們那個化妝超久 今天他們身上要貼那個就是感應的嗎 然後這樣跑 我要殭屍 演殭屍 曾經把護士小孩嚇到桌上哭 謝謝Kamui的瘋然心動 看他做殭屍沒人會跑 大家都不怕我 可惡 是在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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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衝上台都可以給你啊 理師的速度風比較可怕 我目前看過最驚恐的殭屍片 我覺得是 理師朝鮮 我覺得理師的殭屍演的很可怕 施速列車的也蠻可怕的 可以 我覺得那些靈演很厲害 就是他們跑步的樣子 真的就是像喪屍一樣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要演殭屍演也不簡單 理師真的太快識別了 最難逃掉 開始期待理師朝鮮 理師看會一起緊張起來 但是我有點不敢自己一個人看耶 我想要找別人陪我一起看 最早的殭屍路都是用逛街的 好像是耶 早期都沒有跑這麼快 遇到理師那種你會怎麼辦 不要吧 小豬可以跟你一起看 早期殭屍都在上 報名可以平衡看 好可怕喔殭屍 好可怕喔 平凡地影新場會 這一定喜歡看電影 陪平凡一起歌一歌 再演一下殭屍 不要啊 对 这是暴龍 谢谢啊好的 谢谢啊好的说吗 末日之战经感 开启了奔跑的丧失路线 謝謝Bubbin的小聲音的鈴鐺 希望晚上有碰到平函的僵尸 夢到我幹嘛啊 夢到我追你嗎 為什麼我在你的夢中要成為一個僵尸啊 不能成為一隻可愛的小狗狗在追著你嗎 為什麼我在你的夢中要成為一位僵尸 太不可愛了吧 昨天也夢到平函 夢裡畫一個人 怎麼沒有夢過船呢 我做副家主說小白怎麼自己自己那個 自己幻想啊 都沒夢到平函 你應該要夢一下吧 有點餓了 想吃零食了 我不是才剛吃飽嗎 而且還要再吃零食 吃爆零食 我前幾天吃了一個Hug and Dust的冰淇淋 不知道是新口味還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蠻好吃的 是那個水蜜桃跟附盆梅嗎 合在一起 蠻好吃的 水蜜桃附盆梅 還不錯我覺得 冰淇淋多吃掉 我明天忘記到零食上來了 想吃 謝謝楊潔的你最上鏡 隊長開車再粉絲只有一種情況 不好說 夢過遊戲中的SS 品安喜歡水蜜桃 我喜歡啊 超愛 我很愛莓果類 還有桃水蜜桃 我今天吃早午餐也嘗試吃了酪梨 但是我有點不喜歡它的口感 有點軟軟的 但如果它打成汁的話就還好 但是我有點 沒有 不是很可以接受 一片一片的酪梨 我覺得它的口感 有點微妙 雖然大家都說酪梨很好吃 但它沒有味道 它口感都軟軟的 不是很可以接受 但是它打成酪梨牛奶就還蠻好喝的 因為就沒有那個口感了 我也不喜歡 平安的時候也軟軟的 大家有體驗過嗎 來握手會都可以體驗 平安的時候也軟軟的 可能跟洛梨一樣懶 喜歡洛梨不喜歡打成汁 跟我相反 現在還要給我一個平安玉手 是我難得有不喜歡的食物欸 還沒去過過手會 這次會來嗎 手很小很快 對我手真的超級小的 軟軟的 我手超小 謝謝阿華的財運木手 品寒吃辣嗎 我吃小辣 但是不吃太辣 唯一夢品寒時候是前年夢 大家一起看總繩品寒上榜 小芝們感動爆哭 好久以前了 天啊 這很值得感動欸 這超值得個蛋 超值得感 超值得感動 超值得感動 永遠推品寒 品寒整個都軟軟 你說我的氛圍嗎 軟軟的 XD 什麼都軟軟的 什麼都夢不到這場 軟蒙性品寒 我也是可以很硬啦 我也是可以很硬的好嗎 還香香的 還好還怎麼說了糟糕的話 還香香的 還沒去填F部 快去填 阿澤 這是平寒的命令 不可以違背老婆大人的命令 沒有啦 快去填F部 不相信 直接拾牙 平寒硬起來 平寒硬起來 快去填 老婆大人 沈頭暖一點 還沒填的趕快去填 平寒我婆 走了 我是大家的 是嗎 別想阿老婆大人 開玩笑 開玩笑 當平寒老婆 當平寒老婆就好 阿華要當我老婆 是嗎 那我是你的 突然搶一火 突然搶一火 智力大賽喔 其實我不是聰明擔當啦 平寒的結論 第一場就說了我不認識你 謝謝孫上凱的怦然心動 大家可以公平競爭 大家可以公平競爭 不是要硬塞 難道又第一口 聰明擔當 零真的褪卻 怎麼樣不行嗎 我臨時卸下了這個 這個胃 聰明擔當 比航紅 顏色好看 謝謝孫上凱 我是不會輸給你的 然後就輸了 不能亂嗆聲耶 都會輸 好想吃巧克力脆片喔 等一下去吃 嘴饞了 謝謝孫上凱 謝謝孫上凱的巧克力 想吃甜的 明言之一 我以為我可以 但我不行 平寒明言 我覺得他覺得我頭髮會不會太長 有點想稍微剪個這樣子 你們覺得呢 到這邊 這一定有點像 平安硬起來 不能有輪充子彈當 想吃甜的吃自己 好像要長長喔 我覺得我的短髮比較好看 就是不要太長 因為我臉很小又很小 也只是太長 就是整個人很沒有存在感 很沉重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蠻適合中長髮 就是比較太長的頭髮 比較有特色嗎 個人覺得啦 在我們眼中跟80公斤一樣有存在感 好聽 單高馬尾 拜託 比較喜歡黑長直 但是我有懶頭髮耶 之前懶了孫咖啡色 不好看嗎 我個人蠻喜歡的耶 感覺比較有氣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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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一點上動漫 我上影啊 比較萌 小白是長髮控是不是 大家怎麼這麼喜歡馬尾啊 馬尾這麼吸引人喔 謝謝海豚的膠準 長髮控這樣 大家都長髮控 那這樣叫我怎麼剪短 可是我喜歡短短 平安控 綠彩之道 馬尾涵 想念馬尾 大家都是長髮控 這樣我怎麼好意思剪短 到這邊可以嗎 就這邊就好 這裡可以嗎 我們去看一下我沖繩的照片 那個髮長 是我喜歡的髮長 平安留過沒有沒有留過這麼短的 好嗎 給我拍摯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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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捧场哦 谢谢大家笑了一下 谢谢谢谢 讲完自己尴尬 想指定什么吗 大家 我们可以指定动作 很好笑 谢谢 可以模仿张师说肚子好 说脖子好痛吗 我的脖子好痛 我的脖子好痛 好难哦 BORING的指定 BORING的指定 HELLO 还有吗BORING 僵尸才不会脖子痛呢 谢谢阿宝的眼睛也这样做 家室才不会脖子痛呢 最近工作有点忙碌 可以了 大家要打进盘 可以的 回来 回来工作加油 无论多累都会有品寒在的 加油 加油 BORING 加油 加油 BORING 拍拍 有安慰到吗 有安慰到吗 谢谢空夜的玫瑰 不小心用到飘瓶 不小心用到飘瓶 这个丑一定要爆 小白要这个丑我一定要爆 那我要讲了哟 好看一下 硬起来凶痕的错 这个丑我一定要爆 不凶痕要丑来好 那我要凶了哟 这个丑我一定要爆 这个丑我一定要爆 够熟吗 要可以继续努力用多少 这个丑我一定要爆 这个丑我一定要爆 好 我一定要爆 这个丑我 我一定要爆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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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맛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安!谢谢你们看我直播 明天工作也加油 掰掰 我要去吃零食了 餓了 餓了 早點休息 謝謝阿倫的口罩 早點帥 好的好的 see you next time 下次講 什麼喬比特失敗了 什麼意思 什麼喬比特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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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影片禮拜日見 你不播下次 欸我下次直播應該是星期 我想一下 今天幾號啊 今天是24 應該是28號吧 應該是28號吧 對應該是28號 官方Facebook會有 直播時間 我下次28了 3月1號嗎 3月1號嗎 不是28號嗎 下次直播 我會設定在Long Live的上面 大家可以在我開播的時候 就看到我有直播 我記得禮拜日7點半 我再設定在那個上面 好嗎 那今天到這邊了 掰掰 是星期天啊 掰掰 謝謝自我哥的新之館 星期日3月 好 下次直播是星期日3月1號 是吧 謝謝大家提醒我 掰掰 下次見 掰掰 掰掰